主播持续带您关心立法院最新消息 那么历经一上午的针对这个复议案的投票表决呢 现在韩国院长也正在宣布表决结果 我们马上带您来看一段现场推行画面 原决议予以维持 时间中华民国113年6月21日 投开票监察员杨琼英委员 林国臣委员陈培余委员 报告院会中华民国刑法征定第五章之一章名 即第141条之一条文复议案投票 表决结果 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 即反对复议案日62票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 即赞成复议案 即赞成复议案的51票 无效票 第八委员二分之一人数 本院原决议 予以维持 中华民国113年6月21日 投开票监察员杨琼英委员 林博晨委员 陈培余委员 报告院会中华民国 去的议场内的画面可以看 现在针对行政议提出的 这项复议案呢 在稍早12点16分 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 是以党的 来完成投票表决了 我们透过议场里头的画面 可以看到 现在蓝银委员啊 已经全部的都站在了 议场前了 而且呢 手上是拿着这个蓝银行动的 这样子的标语哦 另外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还拉出了一个布条 上头是写着 监制国会改革 反贪复查弊案 这样子的标语 那么呢 经过一上五的投票表决呢 针对稍早的投票结果 蓝银呢 是投下 蓝银白银 还有两席的五党籍 每一票都没有跑票哦 反对复议案的票数呢 来到了六十二 那绿银呢 五十二席呢 全民主兵 他们是会有人 一票哦 那么两个加起来呢 正是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三票 那么以上就是立法院 下午决定消息 再把时间尽头交 立刻上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准备好了吗 感谢观看